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西安,美女迪丽热巴参加线下活动 皮肤白皙身材恶挪,专人提裙摆 不知是什么原因,陕西西安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来的更晚了一些 而这不冷不热的天气,最适合出门到处走走 有人就在西安卫央区万象城 偶遇了美女明星迪丽热巴 明星不愧是明星,为官的人还真是络绎不绝 现身万象城当天的迪丽热巴 是在参加一场某美妆品牌举办的线下活动 商家们为了能够促进消费,卖出更多的商品 特意邀请明星们来给产品站台,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明星们的关注度更大一些 对于产品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当天的迪丽热巴也穿得很惹眼 她身上穿着的是一件黄色鱼鳞状的拖地礼裙 在行走的过程中,为了防止不小心被人踩到 还有专人负责提裙摆 或许看到这里有人会说迪丽热巴耍大牌 但殊不知迪丽热巴也很无奈 衣服很可能都不是她自己能定的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 如今才31岁的迪丽热巴还算年轻 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状 皮肤白皙的同时身材也保养的极其阿罗多姿 或许这也是她能够成为这么多宅 男们心目中的女神的现实原因之一 而且一直以来迪丽热巴在圈内的异性缘也很不错 活动当天的女主持人也很给力 一直巴拉巴拉的说个不停 对比之下迪丽热巴反倒显得特别文雅 她的一举一动无不张显着东方女性的优雅之美 仿佛看到她就感受到了这世间是如此美好的一种感觉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迪丽热巴当天的发型也很有个性 一边的刘海直接就放下来 还被烫成了弯弯曲曲的波浪状 一方面体现出了迪丽热巴活泼俏皮的性格特点 一方面也凸显出了她浓浓的女人味 可惜的一点是 这么多年来迪丽热巴竟然没有传出过恋情 要说娱乐圈的美女 迪丽热巴绝对算得上市其中的佼佼者 和佟丽亚、古丽娜扎一样都是妥妥的新疆大美女 而且当初的迪丽热巴深受扬密的赏识 如今受邀来到陕西西安来参加线下的活动 也同样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和围观 大多数人都是奔着来看美女的 娱乐圈是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 除了长得好看之外 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演技的 迪丽热巴这么多年来也出演了不少古装剧 但特别可惜的是都没有大火 这也让人不禁有些怀疑 迪丽热巴在表演方面是不是缺乏一些天赋 其实大家确实是有些多虑了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 迪丽热巴的优点就是长得太过于漂亮 而太漂亮的女生又容易引来别人的嫉妒 久而久之 大家对漂亮女孩的要求也会越来越苛刻 稍微表现得不太令人满意 就会被无限放大 大家应该学会拥有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 多找找迪丽热巴身上的闪光点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 整场活动下来迪丽热巴也表现得很稳重 而且状态也保持得相当不错 已经年过三十的迪丽热巴其实也已经不小了 也应该适当地考虑一下感情生活 最后 希望迪丽热巴在拼命打拼事业的同时也要兼顾爱情 只有爱情 事业双丰收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